Hello 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做一個room tour 其實這段影片是昨天已經拍了 但是我今天拍過intro 那我今天整集搬來一個比較新的屋子 就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由門口說起 這個就是... 即是進來的就是門口的下面 那我這個其實是勾聖誕樹那些 聖誕節那些圈圈 但是已經丟了一個圈 所以就用來勾袋了 是不是很整呢? 很方便 就是出門的時候在這裡拔就行 但是它歪了 那這裡有兩盞燈 這個就是外面 現在這盞 這個就是入面 就是那裡 這盞 還有入面 然後走進來就是廁所 大家認不認得這個背景 其實就是我拍片的背景 因為我覺得它的燈光在這邊打過來很漂亮 我就坐在這裡看著這邊 然後後面又是白色牆 就是很簡單的感覺 紙巾 有一個diffuser 垃圾桶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架 這個是抹手毛巾 我就不會掛我的乾淨的衣服 因為不知道我覺得很不特別 乾淨 上面這個就是穿完一天 但是可能穿上課的衣服 就會放在這裡翌日再穿 然後就是cleaning的東西 因為我很經常 所以會放在上面 然後轉過來穿襪 然後就有 朗口杯 然後洗手液 然後牙刷 牙膏 還有經常的護膚品 化妝品 洗妝水 什麼都在這裡 後面的面膜 這樣 之後呢 就是櫃筒 第一個就是最常用的 就是有些梳 然後有些化妝袋 可能也是多一點 護膚的東西 就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 就是一些 沒有那麼常用的東西 就是頭色 不是這一雙的 然後可能剪頭髮 還有其他東西 第三格就是最不常用 不是其實也是常用的 就是衛生筋 那些 髮的其實也是常用的 只不過最不常用的是這堆 那旁邊呢 就是真的 清潔用品 這個就是 洗衣 然後這個就是 洗蟲水 這個是洗 化妝掃的 然後幾個簡易 清潔東西 燒 噴 然後呢 想跟大家開箱這個 其實我剛剛今天才收到的 是我自己買的 不是贊助的 它是假Dyson 它這個牌子呢 叫做Laven 它好像是香港 我也不知道 在香港買便宜一點 美國買便宜一點 但是便宜 Dyson的三分一 但是我上網看review 那些人說它的力度 跟Dyson一樣那麼強 還有那些叫什麼 大小聲也是一樣的 總之所有東西都很相似 就是便宜版Dyson 它打開就是這樣的 挺漂亮的 就這樣看 然後呢 就有個 其中一樣呢 就是那些人說它吹頭那個 即是實測了 吹乾一個頭 跟Dyson的時間是一樣的 或者差半分鐘 30秒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不大分別 或者有deep review 是這個比較快 它下面這個東西呢 是磁石的 那樣的 Dyson好像不是 人們說這個比較好 喜歡這個設計 多一點 不過我沒有用過Dyson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 它這個也是磁石的 這樣套上它就可以了 它是跟著這個咀 它還有另外兩個造型 但是我沒有買到 因為要加錢 那這個也夠吹 那它這個呢 只有兩個mode 就是一同二 那一就是 又冷風啦 暖風啦 熱風啦 三個溫度 那我們繼續回家的room tour 那來到這部分呢 就是洗澡粉 然後這就是我常用的東西 其實我可以再說多一點 不過 可以再介紹多一點 如果大家有興趣 知道我用什麼的話 但是我現在不特別 因為都不是重點 Anyway 那就是有些護髮啊 洗臉啊 的東西啦 然後呢 就是很簡單一個 固定了的花灑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然後這邊就有個毛巾 然後有個洗衣袋 我一天其 洗衣一次 那洗手出來呢 我發現了 我忘記說這個東西 那呢 就是水啦 因為我不喝水喉水的 然後就有五雙鞋 然後下面呢 就是清潔 拖地的東西 那上面這塊呢 是Share Joost賣的 好像五元美金 本身打算是用來吃東西的 但是 試過洗完呢 我覺得洗得多不好 所以就決定來放一些 經常用的東西 可能有扣戴上街 然後卡套 戒指 還有手錶 這個手錶超亮 特此也可以跟大家介紹 I mean 這個手錶帶 那門口旁邊呢 就是清潔的東西 就是吸塵機 還有拖地 這樣 那一眼看完 然後這個是冷氣鍵 它是我自己的房間 那現在就開了做暖氣 67度 其實我不知道67F是多少 可能19度 不清楚 然後這邊就是很大的衣� 哇 我的衣 那我是由背心排氣 兩三件這樣 短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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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身的短袖衣 還有長身的短袖衣 然後這裡就是冬天衣 就是冷冷地側的背心 然後就是T恤 然後就是T恤 然後就是冷衣 然後就是厚一點的衣服 然後就是厚一點的衣服 還有一些叫什麼 衣服 夏天的裙 冬天的裙 然後就是牛仔褲 就是沒有那麼厚的衣服 然後就是中間十多度可以穿的衣服 然後兩件就是厚一點的衣服 最後這件就是超級超級冷 就是我北海道 總之冷就一定穿這件 上面也有些櫃子 還有紙巾 對 全部都是紙巾 這個是房用紙巾 這個是廚房用紙巾 這個是廁所用紙巾 就是這樣 其實本身的櫃是外面的 或者你放出來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有些牙位 還有它不是特別漂亮的 所以我就收起來 覺得好看一點 然後就裝了一些 可能衣服 衣服 衣服 運動 那些東西 第二格就是裝褲裙 第三格就是 垃垃垃垃垃垃的衣服 口罩 有百多個 這格是想著自己和朋友的洗禮物 先放在那裡 然後這邊就是環保袋 然後這裡就是藥 所以是什麼都有些 第四格就是衣服 例如我藝術畫畫的東西 這邊 然後有些麥克風的盒 我Ableton的 的 那些什麼 操控器 我忘了叫什麼 然後就是一些買回來 iPhone MacBook 的盒 還有這個是Hard Disk的盒 然後有個Pedal interface 所有東西都在 不知道它是否收到 我想是它有貴的問題 然後貴的這邊 我操控器 我操控器 就是MIDI Keyboard 然後有個Yogermat 轉過來有個Poster 就是咖啡 但其實我不是很喝咖啡 只不過都很漂亮 那我就自己釘了一顆Nails上去 勾著它 之後就是窗 就是我看的景 對面就是藍庫 然後是我最喜歡看的 Area 是不是超美呢 有車 有香水 Diffuser 頭髮噴霧 然後有可樂瓶 好可愛 它很小的 還有一個迷你Nutella 我覺得整個房間最厲害 是窗簾 因為呢 是我自己放上去的 不是這個 是這個 但其實它不是最遮光 因為當真的是光的時候 頭都進來 衝了 不過不要緊 好過沒有 點妝呢 可以爬上去給大家看 就是我自己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其實呢 我貼這邊的時候 那隻是沒有窗簾 所以完全沒有遇到會遮蓋 不過這個是 我不會給我的1000訂閱 很近 靠大家 那還有一些照片 看不見自己 然後上面有個Spiderman 就是Hobby Lobby買的 它是3D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畫的畫 然後就是公主椅子 因為我真的超喜歡公主 然後大家都看到 這裡 有兩個公主 我家裡還有很多 不是 香港還有很多 兩三隻 然後維他命 每天提自己吃 然後就是一些 偶爾會塗的唇膏 塗手霜 消毒 水瓶 然後麵包 因為經常在房裡吃 指甲的東西 我沒有試過自己做指甲 因為外面做實在太貴了 在美國整個 70元美金 所以我不會給錢做 這裡只是30元 這麼多東西加起來 然後就是我的工作 做功課 溫習 什麼都在這裡做 其實它明明可以多做兩個櫃 但它偏偏就只做了一個 就是銀包 電話殼 然後有些筆 文具 Hotis 我的相機 現在正在用 然後就是 超級美 它是Disney的 半透明天 然後這裡就是 我睡的地方 我想很多人問我 他們說 為什麼會撞到架 這樣 看起來是會撞到 但其實你不會 你也會看起來 對不對 其實我不喜歡看著窗 睡覺 但是因為 我更加不喜歡看著牆 讀書 所以我就決定選擇 這個桌子 看著窗門開心一點 那 那個櫃子就空了 大家都知道我不看書了 這些想法要看 還有很多是Kindle 因為不喜歡拿著身體 copy 然後就是一些 啤酒罐 覺得很漂亮 咖啡罐 這個不是啤酒 這個就是啤酒 這個可樂 然後這個就是 不知道放在哪裡 所以就放在這裡 然後就是空的 這邊就是一些 夜晚會用的東西 身體油 保濕噴霧 塗一下唇膏 這個是忌廚 然後那邊就是幼竹 還有一個肥蛙 然後這裡有兩盞燈 我當床頭燈 不知為什麼它會在鏡頭 那我的房間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 張床是很高的 所以 有很多位置 那我就放了我兩個行李 那房間超貴 我以為兩個多 誰知道付錢的時候是 五個多 三十幾千塊 來扔垃圾 不過算了 因為那時候在Walmart 走得很遠 我免得 特地繞回去 拿著所有的東西 所以就 給多幾塊買了 那這裡的租 就是 一個整個這樣計 就二零七五美金 四個月 就是除港幣是 四千元左右 就是包水電煤 然後 一星期有午餐 然後 還有 用學校的設施 所以我覺得 差不多了 而且我喜歡這裡的是 它有個窗 很大很光 比起我去年住的那裡 就比較暗一點 和 沒什麼自然光 而且這裡的顏色 也比較光 因為之前那裡是 暗粉紅 家具所有設備 都是 暗啡 暗紅 就會搞到整個人 都好像很 喜歡用暗色的地毯 全部 所有東西都是同一個世界 這裡比較漂亮 因為有些 米黃色 米白色的牆子 然後 不是地毯 然後 廁所是比較白 暈石地 不是暈石地 那些什麼 瓷磚 所以 喜歡這邊多一點 那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 大家 有什麼想我拍 就是idea 或者 whatever 信仰 生活 vlog gsa 唱歌 都是在 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會 努力拍給大家 那我們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拜拜